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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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大家晚安 以我们的课程啊 虽然是师姐 就是寒山寺的师姐 那可是其实我们还是会 比较偏向于就是在 行上面 所谓的信解行 如果同学能够信 然后能够了解 再来就是行的部分 那在行的部分 其实寒山寺 为什么在课程介绍当中 我们讲到能够所谓的 四里的圆斗或 理事无碍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 四里上面我们能够有一个 圆隆的想法的时候 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 可以比较契合到佛法当中 也就是说 其实就是能够比较用佛菩萨的 一个角度在思考事情 比较不会像 我们二十页所写的 无愁或心愁 这其实就是 比较在众生 众生的五欲当中 比较容易在这边就是琢磨 所以会产生一些执着 一些烦恼 那修行当中 如果我们也都是执着在这个 不管是哪方面的一个执着 所产生的丑的话 那个修行就可能 比较没办法 像我们遇到很多人 你刚刚讲修行 他可能会跟你说 他有些什么样的烦恼 什么样的烦恼 那你没有把他的烦恼 给解决的时候 他往往就是很难 很难去弃路 像最近那个 就是武汉的事情 那也有开始 就有一些人就是 赖了一些就是 例如说像咒语的部分 或是很多方面 其实都是在生活上的一个行 那咒语的部分的话 他就会问说 那师父这个咒语要怎么念 那其实 以我们的立场 其实很简单 其实每一个佛菩萨的 那个佛号的背后 都是菩萨的愿力 所以其实念念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观世音菩萨 他本身他就有种种的一个作用 不一定要像有些人 直说 今天这个病是像类似 以前没有像这样的病 病一直的更新 所以比较类似像瘟疫 所以他们就要去找那种 能够去除瘟疫的那种咒语 其实不用 因为我们如果可以去看 那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 那个观世音菩萨 那个里面的愿力 其实就包含很多了 所以念观世音菩萨 念念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不用一直在那边 咒语上面打撞 那也有人就是 发现现在的人 其实也很奇怪 都会去做一些伪经 不知道那个心态是怎么样 那也还看到一个 他号称是能够除瘟疫的经 那那幅经我看一下 我就觉得内容很奇怪 因为他就说 如果能够知道 那种七鬼的名字的话 什么鬼 什么鬼 的话就能够除瘟疫 那个看起来就很奇怪 因为以佛法的立场 同学一般来讲 我们应该是跟谁相应 跟佛菩萨 跟佛菩萨嘛 对不对 那经典怎么会去推 就是鬼道的众生 那再来就是 那你说鬼道众生也有佛性 可是最起码要有修行 对不对 他比如说他能够持戒 持五戒持得很好 那我们推崇 然后或者是行十善 行得很好 我们也推崇 可是如果他本身就是 只是就是鬼道众生 然后知道他的名号 就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那有时候就是 一般流传的时候 或一些民间信仰 或是很多东西的一个融入 所以在很多经典的时候 我们也是说 其实四合经里面当中的 像不管是金刚经 普门匹阿弥陀经 这些经典其实就很够用 不一定就是 我们一定要遇到什么状况 然后就一定要找到 怎么样的经典 那其实一个菩萨的一个发愿 那就很圆满 所谓的圆满就是怎样 你所求这样结税 所求结税 而不是一直在那边追逐的这些什么 咒语或是一些 就是比较少看到的经典 当然有人的 有咒语的存在 当然也有这方面需求的众生 可是这种现在有很多的咒语 它都是从 例如说从湛语翻过来的 或是从一些泛语或是其他的 那其实在佛经上面 你要查得到那个咒语的 那个源头有点困难 因为字有可能翻译不同 那再来就是 它的音不同的时候 那翻译也不同 那你不晓得这个咒语 到底是不是从佛经出来的 那也有人问了一些 就是咒语 那我看那个咒语 其实在大藏经是查不到的 那 那个可能就要问 在推行的这个单位 为什么会 就是推这样的一个咒语 那其实 你花 与其花时间在这方面不如 就是 我们念念就是南谋观世音菩萨 或南谋阿弥陀佛 那今天下午的那个同学 也很可爱就问说 那师父会念佛号 一定要念南谋吗 南谋其实就是 龟头依靠嘛 那 我们换个 换个 换个角度来想 其实 你在念佛号当下 其实你就已经是南谋了 对不对 所以 念或不念 其实都可以 你阿弥陀佛就可以了 或者是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 或观音菩萨也可以 或南谋观世音菩萨都可以 这就是看个人哪一个 方式它比较相应 那所以各个的佛号 其实都可以念 不一定一定要 执着于 就是要怎么样的一个 现在人 其实有些人会喜欢那种 比较独特 比较奇特 然后比较看不懂的 他们觉得那个 哇 那个可能功效就比较大 有些觉得 观世音菩萨 奇怪这个 这四个字我都看得懂 所以他会觉得这样 没有那种神圣性 或者是 比较神秘的那个感觉 可是事实上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字 那个四个字 你如果去看那个普门品 你会发现 哇 那个包罗万象 所有东西其实都含在里面 尤其像有些众生 他很多人 他会有些会有一些 菩萨 那我念佛 佛是不是就比较怎样 圆满修得比较好 其实以观世音菩萨来讲 他是 他也是诸佛的老师 他这个是趁愿而来的 所以众生老 就是人老师就是在那边 比较所谓的大小相对性 那我们 上一次在那个 一个论坛当中用一个例子 那觉得这个例子还不错 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去除掉 我们对很多东西的一个相对性 或是大小的一个看法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故事 我觉得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有一个叫诺曼的 他到九十一岁 就知道自己救了二十亿的人 他因为他将玉米跟小麦的品种改良 然后所以他可以在一些干燥气候当中 产生那样的食物让大家吃 然后所以这二十亿的人 就能够救得起来 因为讲有的吃 那我们就会往前推 那这个诺曼他能够就是研究发明 是因为有个美国有个副总统叫亨利 那他也成立一个 也那个就是实验站 那提供大量的金钱跟人力去实验 那所以诺曼能够 就这二十亿的人 其实是这样亨利所救了 我们往前推 那再往前推这个亨利能够活到当副总统 就是亨利他会想到要去 就是成立这个玉米跟小麦的一个 一个改良的实验 然后去成就这个原因是因为 他有个乔治的一个教授 他就是教导他的时候 很鼓励他从事这方面的一个研究 那这个乔治呢 这个教授能够就是活到 就是能够交亨利的原因 是因为有个他在南北战争的时候 这个乔治曾经就是被 在婴儿时代被一个被人家抓走 那有一个叫摩西的那个农民呢 他又用了一匹马把他换回来 所以我们以这样的 如果我们去研究因缘法 其实我们可以解掉很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了解很多的事情 不会在这些事情当中 有太多的一个执着性 大家想看看 在这当中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觉得20亿 有没有如果是以像来讲 救了20亿的人 那个功德性比较大 可是同学如果我们往前催的话 没有摩西的这一匹马 当然就不会有若曼的这一件事情 一个产生 所以所有东西 其实都是层层杀杀因缘性的成就 那我们在看事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 比较不会去执着于那个像 执着于那个像 因为如果众生一般来讲 我们执着于那个像 就认为一定要 一定要那个20亿的人的时候 其实我们忽略掉他 很多东西其实层层杀杀因缘性的一个成就 层层杀杀一个因缘性的成就 那我们这个故事其实衍生 待会同学我们在看 后面的诗的时候 同学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理解方式去 去想的时候 很多的诗的内容 或是很多的佛法的内容 我们就可以去契录 就可以去契录 我们来看一下 在20页当中的仇与新仇的话 同学就可以自己看了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能够跳脱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在人情事故当中 有用佛法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不会 比较不会产生这所谓的仇 那再来的话像 32首的这一首诗 其实也是就是少年人 也要提醒一下自己 有时候也是这样 马上就这样年华老去 想想现在五六十岁的人 在回想的时候 好像也才20岁30岁过了 然后现在已经到这样的年纪了 所以很快时间在过很快 所以这边其实这个仇或新仇都是要在鼓励大家 赶快修行 赶快修行 那34首这一首进退就很有趣 我们来看这一首诗 他这边就讲到 因为以寒山寺的一个流传 我们知道他原本是寒山寺 他在就是到处写诗 有时候写在树叶上 有时候写在那个纸上 有时候写在墙壁上 所以他们收集这些诗的时候 有时候像会有很多种的版本 很多种版本 所以字会稍微有点不同 那没关系 大概意思一样就好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首诗 叫《两归乘堵车》 以我们课本来讲叫堵牛 就是乘着牛车 然后木初路头戏 就两只乌龟 他乘着牛车 然后木就是跑 那路头就是道路 他跑到怎样 道路上面游戏在那边玩 那一鼓 这个我们课本上面是一菜 那个一个腕底下一个虫 这个念菜 其实不管是谷或者是菜 都是这样 毒虫的意思 毒虫的意思 那就有一个毒虫呢 就从旁边来 然后看到那个牛车 就这样 苦使怎样欲求寄 要载我一层 请这两个乌龟能够载它 那同学就想 这两个乌龟一定会考虑 如果不在的话 怎样 人情世故 上面好像说不过去 就在一段路 或是怎么样 那如果在的话 实在的话 被沉累 那就不得了了 因为在的是什么 毒虫 万一被咬一口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以这样的一个观点来看 谈指不可论 你呀 在什么谈指 谈指这个时间当中 你要去 那个 他探 就是哀探 或是怎么样 你也没办法这样 当下就想做一个绝论 然后面就讲到 这其实就是一般人常常有的一个状况 叫什么 行恩缺招刺 对不对 帮忙人家后面去 被那个小人家拉一把 或被人家害了 那这个同学 这个就要问了 如果是在产的各位同学 在不在 在或不在 其实这个我们说诗 就是如果我们可以用 诗能够圆满的时候 我们理才有办法去圆满 所以如果我们在诗上 我们能够了解 就是能够用佛菩萨的一个角度 去思考的时候 才有办法去圆满那个理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 大家 光是在这上面 烦恼就烦恼不完 这个其实我们可以用 以佛菩萨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这要看这个毒虫的话 嗯 在他 他产生的是什么样的念 也就是说这个毒虫 如果你在了他 他会怎样 产生善念 产生恶念 就是你帮忙他以后 一般的人在思考逻辑 一定是考虑的就是这样 如果这毒虫是我的家人的话 没办法 一定要在啊 对不对 那同学我们 刚才说啊 所有诗如果我们用这个 因缘性的一个思考逻辑的时候 我们就很清楚 成为家人也是这样 因缘性的这个 这个刹那的一个行程啊 对不对 那周边的人这样 也许累生累劫当中 因缘性也是你的 父母兄弟啊 等等啊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 因缘性来看的话 你从 关系来 就是说父母啊 家人啊 你就在 然后如果是其他人就不在 以因缘性来讲 好像也这样 也说不太过去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我们以修行的立场 如果 以佛菩萨的一个立场 如果 我们在了这个毒虫 他能够怎样 改善的话 就是说他能够 心念往好的方向移转的话 在啊 对不对 以佛菩萨的观念是不是这样 那如果 我们 帮他 他产生更多贪嗔痴 帮不帮 不要帮了嘛 对不对 以佛菩萨的立场就这么简单 那 这个可以举例啊 其实这种事情 大家周边一定听了很多 只要问 那个 谁啊 他一定可以 哇他曾经帮过谁啊 结果 谁反而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行为怎么样怎么样 这其实都很正常啊 然后 然后因为人性呢 我们说 如果他不经过修行的话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 如果他不经过修行 没有经过一些修饰的话 人性的展现其实就这么粗糙 好 他看到就只有他的厉害面的部分 他不会去考虑你这边的他状况怎么样 好 那 以这样的角度来想的话 好 举个例子 曾经有个师姐 他就去 房子 他从他妈妈那个时代就租人家 好 那到这个时代 其实有时候时间久了 合约就忘了签了 他久而久之就没签 他没签的话 那个 因为那个师姐人也就是缺佛啊 他就说哎呀那要慈悲啊 好 一般旁边人都会有些人就去给他一个建议 就是说 因为他那个 你走法律很多东西 可能他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有些人说 那又用其他一些善巧方便去处理啊 然后他就有 他就很犹豫啊 他就说 嗯 以慈悲来讲 那房子给人家住其实也还好这样子 可是同学想看看 以住他的房子然后 因为后来那个房客就都不付租金了 好 那个起薪动念是什么 贪嘛 对不对 好 那你在他他住下去 其实是怎样 增长那个人的贪念啊 对不对 所以要不要处理 要处理啊 好 所以很多东西如果我们可以 静下心来 我们可以用这一种就是 呃 我们帮忙人家 对方起的是什么念 那这样的念来处理的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 该搬或不该帮 那我们换个角度想 今天如果有一个人啊 好 像 现场就会有人问啊 他说 他家的亲戚啊 就那个 借 借地下钱庄啊 然后 这种会借大概不是因为赌就是赌啊 大概都类似都这样 那要不要帮 同学要不要帮 这很明显嘛 你帮他以后是让他怎样 更沉溺于毒跟毒当中啊 所以以佛菩萨的角度 这个就很清楚了 好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看得清楚 才不会 常常就有人说 人生好无奈哦 遇到事情很多东西都很无奈 无奈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常常都在 这个就是看那个像的部分 也就是说那关系的亲跟近 好 关系的亲跟近 当然我们能够做尽量做啊 可是如果脱离的这一种就是 像这种毒啊或毒啊 那个其实常常都是一个家族 一个就整个家庭都会被影响到 所以这个就是要我们 要有智慧的一个展现 以佛法的一个展现当中 智慧很重要 不是说我要慈悲啊 我要对众生好啊 可是如果众生 你对他的好 是要让他怎样 趋向于修行 或者是怎样趋向于怎样 贪嗔痴念头的减少 这就是我们对他的一个慈悲 所以同学要把佛法当中这个定义 要定义清楚 免得有时候我们在做的时候 反而是助长人家贪嗔痴的一个念头的 一个支掌 例如说像刚才说的毒啊跟毒都一样 你那个一定是没完没了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诗的时候 大家很多人就很有感触 像有些人就开始说他的一些故事 就也是旁边就会有一些人哀求啊 然后就请他帮忙啊 可是如果同学我们没有一个智慧 佛菩萨一个智慧在背后的时候 就像刚才讲的啊 这累生累结浪被成累 那这个呢 这首诗呢 我们当然待会会介绍很多的 同学不要觉得那个我们的禅师的部分 只是在讲那一种就是好像在讲义理的部分 其实我们很多的禅师在讲的也是讲行的部分 也就是该怎么做的部分 那这首诗呢 如果用佛法的一个角度 当然以佛菩萨的角度 我们刚才讲说 如果以贪嗔痴的一个立场来看 那其实这个也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角度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两规其实可以 可不可以形容我们的会跟定 会跟定的部分 会跟定呢 乘的那个牛车啊 也就是说 我们一般来乘车的话都是佛道嘛 往佛道的方向 然后 一堵啊 就是那个 那个 一菜那个菜字啊 独从的部分 有没有就像是我们的五欲 对不对 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其实这样 如果我们用定跟会的话 很快就可以修得很好 可是呢我们常常都被 被这个图虫啊 这个图虫就是这样 五欲所丹然 然后这样忘记修行 这五欲这样 苦死这样欲求记 对不对 就是因为我们被这五欲这样 给丹然下去 所以这样 累生累结都在轮回当中啊 好 好 这个 所以如果我们可以跳脱开来 跳脱这五欲 然后回到定跟会的一个修行的时候啊 好 那当然这样 才不会这样 被这个五欲这样往下 拉着往下沉沦了 好 拉着往下沉沦 我们这首诗其实可以 另外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好 也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看 好 那我们刚刚讲到 世的一个圆满的话 我们可以看看其他的 一些就是 大德的 有像这个屈原的列状 这个在史记里面就写的这个 其实也蛮有趣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也就是我们在认知这个世间上的事情的时候 其实有很多角度可以去看 不一定就是单单就是一个角度 屈原其实是大家很崇拜的一个人 对不对 好 像现在的那个东吴姐 是因为他的由来而产生的嘛 好 那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因为他是为 大众着想 所以没办法就去跳 跳就是自杀 好 然后可是 在这部史记里面 他会有一种其他另类的一个看法 他说屈原呢 他被流放的时候 然后就劈头上罚 然后就走到那个江边 然后很憔悴 那他就遇到一个渔妇 渔妇就问他 他说你不是在当官吗 那怎么会到这边 那屈原就跟他说 举世混浊而我独青 也就是说众生怎样 都怎样 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这样 都很浑浊 就是一个是这样 是亲 是亲近的 那众生皆对 罪而我独醒 众生怎样 每个人好像都在梦里面 都在罪里 而只有他怎样 独醒 所以怎样被放逐了 那这渔妇就说 一般来讲圣人 不拟自于悟 而能与世推理 这句话就是说 如果你要能够成为圣人 必须要怎样 不要被悟给这样 自爱住 不要被悟给 就是这世间法的部分 你不能够被他所自爱住 以佛法的角度不是就是这样 那个屈原还有一个这样 混浊 还有一个亲 我是亲近的 那周边都是这样 寇都是污浊的 所以这渔妇就跟他讲的是这样 你不能够被悟给这样 执着住啊 他后面全是不要拘泥这样 客观的一些事物啊 然后能够这样随着世俗转变自己 也就是我们其实在不管什么样的环境 我们都有可做的地方 像我们之前讲啊 有些人在工作上面 他要挑老板好 又要挑公司制度好 又要挑同事好 如果老板不合他的意 公司制度不合他的意 还有那个薪水啊 很多方面同事之间的相处 不合他的意这样 我就是这样 我独亲 然后别人都是混浊 因为旁边的人他的一个标准 都不符合他的标准 可是以佛法来讲 其实菩萨也是在世间当中这样 去度众生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 他随着世俗而这样转变自己 你应该在当中怎样 你可以提升你自己啊 对不对 而不是怎样 哇 我很这样 我是唯一当中怎样清醒的 所以他有讲了一句话 何不随其流而扬其坡啊 这随其流的意思 并不是就是说 随着那个大众 很多周边的很多人贪嗔痴 那你就跟着他贪嗔痴啊 并不是哦 他说随其流是怎样 我们就怎样 看这样 随着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是我们可以讲 阳其坡啊 我们还是有我们可以发挥的地方啊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去 帮忙一些众生做一些事情啊 而不是怎样 我们自己自爱自己啊 就说哎呀 这个也不能做 那个也不能做 我们之前有举例啊 有一个人他 这也不满他的意 那个也不满他的意 所以他现在在实业当中 因为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这样满他的意 所以他这边讲到 众人皆碎何不夹 扑其招而错其离 你不 如果大家都喝醉 代表很多酒嘛 对不对 那你就跟着怎样 吃酒招啊喝薄酒啊 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啊 对不对 你说你要找到一个地方是 人心都是很清净的 有没有 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净土啊 净土的那个众生都是在忙着修行嘛 因为他净土就是要让大家好好的修行 所以佛菩萨所发的愿走成就的净土 都很清净的原因是这样 让大家不要被那些世俗上的事情所揽污 然后可以好好的修行啊 对不对 可是你在那样的地方修行 跟在这样的地方修行 你常常人就是认为 哎呀一定要在清净的地方修行才好嘛 可是其实有时候周边的一些 一些就是不如一礼的事 反而能够刺激你这样子 真的能够这样立下心来好好的修行 看到人心神仙是这样 我们就会知道如果不透过修行 人心就这么粗糙 那要不要修 对不对 如果看到一些业力的一个呈现 众生的很苦 然后众生的一些 一些他的一个呈现的时候 我们会想到怎样 赶快来修啊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事情其实 如果像回到刚才那个 这一张的那个故事里面不是就是这样啊 众生都很喜欢有相对性 有大小有什么之分 可是以这个摩西的这一匹马 其实没有这一匹马 就没有办法有诺曼救这20亿的人 所以哪有所谓的大跟小 哪有那个也是我们 因为执着于这个像认为有大跟小 那清净跟懒卓 不是也是同样的情形吗 在华言经里面有一句话 他讲的很好 众生都会觉得臭 鼻子闻到臭会起称心 他给你换一个角度想 什么叫做臭 他还定义臭 他说你可以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臭 什么叫臭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呢 他的起很多贪嗔思念头的话 这叫做臭 这个就跳脱我们的什么 一个看法跟想法 那如果我们以 这个人如果他的 就是说我们一般拙相 就能闻到 鼻子闻到臭 然后就起一些 哎呀谁啊 弄得那么臭啊 然后起一些称心 可是如果我们的 把那个像上面的东西 做一个转换的时候 如果说贪嗔思的念头 他就是一个臭的话 我们自然而然这样 那个臭味升起的时候 反而是这样 升起我们的清净心啊 对不对 所以那个很多东西就是在我们的念头当中的转换 而不是说真的就是清净就是 每个人就真的好修行 我们也举例啊 有些人觉得啊 他到 比较乡下的地方去啊 然后没有人的声音 没有吵杂的声音 他就会比较好修行 是吗 我们也想估一个例子啊 有人去郊外那边住啊 第一天哇好棒喔 好安静喔 空气好好 第二天哇好无聊喔 第三天哇更无聊 第四天就这样 下山了 所以 很多东西 那个是我们的认定当中 如果 以禅修开始啊 刚开始禅修是 要很安静 很安静 因为刚进入到那样的一个 那个修行的时候啊 真的环境很重要 要去经过修行 可是如果到了禅修到后面的时候 那就是你个人的一个定义的呈现嘛 你如果平常时你的身口意 你的那个六根都能够收射 那就是一个闭关了 而不是在形式上的一个闭关了 所以很多东西众生着相 所以他会执着抓取这些东西 所以产生很多的烦恼啊 产生很多的烦恼 那屈原不是也是吗 他的相当中还有一个相对性 混浊跟怎样 清静 也就是有扣跟静之分啊 扣跟静之分啊 那讲这个并不是要大家就是说 那是不是不要有分别的话 是不是就不用持戒就不用怎么样 这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事到就是这个样子的时候啊 如果你这样太多的相对性的时候 那个只是让自己徒徒烦恼而已 然后把自己很多路都给断掉 所以这个是其实跟那个环境有关系啊 如果环境当中你可以到同事也很好 那个当然就是要怎样善因缘啊 那我回到这边来讲的话 如果我们累生累世当中的因缘性 这错综复杂 同学这条子只是一条当中的一条的因缘性 那个亨利总统如果我们再从他盘枝啊 或者是他的所穿的衣服他所吃的东西再分下去的话 这个因缘性是错综复杂的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用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啊 很多的东西啊 你今天能够周边的这样都是善的 是代表没有持五戒 五戒持的好 然后这样该做的去做不该做的都没有做 所以这样我们环境能够清净 众生对我们这样也都有容忍心 也都有容忍心 如果觉得闷热的话那个冷气可以把它开开 好打开 因为我们目前是没开空掉 那热的话就把它打开了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就说啊 这个意思并不是要大家就是随着那个环境 然后环境是贪生吃念头很多 那我们就跟着贪生吃念头很多 没有叫你这样做 而是说如果环境是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可以扬起坡 也就是在这个当中 我们可以在这 如果我们可以清净 以清净的心 或者是用一些比较智慧的方式 还可以怎样 度一些人啊 好就像刚才说的独虫 如果我们以佛菩萨的角度 独虫度不度啊 也是要度啊 对不对 我们以菩萨的心 他会不会去分别 哎呀你是懒卓的 你是污秽的 你是 你是 就是 凶狠的 你是怎么样 所以他就不度 也不会啊 菩萨他会去度 可是菩萨度法 他不会像 一般的众生就是这样 他是那个 我跟我关系比较好 跟我比较亲近的 所以我就去帮忙他 也不管他做的事情是对是错 这就不是一个佛菩萨的角度了 如果用佛菩萨的角度 他会去这样 看众生的一个这样 因缘性跟习性 然后该怎么做他会很清楚 那我们也是一样 如果能够站在佛菩萨的角度 再看事情 很多东西就可以很清楚了 好那 所以啊 余副这样子劝他 同学觉得 一般这样劝完 众生就会听了吗 当然不可能 所以屈愿还是这样跳下去了 他还是跳下去了 他觉得这样 以这样的啊 这边啊 他还是强调亲近 所以他说 心目者必躺贯 然后心愈者必正义 好那 人 又不以身之茶茶 受物之文文 我们本来很亲近干嘛去讲 那这捷径的心 那个身体去讲 蒙受污秽的东西 所以同学有没有发现 在佛经刚开始讲 我们在学佛的时候 会觉得五戒 然后要亲近 然后 可是你如果太过于执着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待会儿可以讲到那个 这个他所说的四戒当中 规矩不可以行进 如果你很多东西像你五戒的部分 你要求哇 每一条一定要做到底的时候 缘分事必找尽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人这样 没办法达到你的标准的时候 这样 都被你得罪官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一样 我们在做很多东西的时候 其实这样 随着这世间我们自己清楚 我们自己的心不要起贪嗔痴 那就是一种情境 那就是一种情境 而不是在 你看他 这个又是在 直作于那个像 我们这个身体很情境 然后去蒙受污秽的东西 所以他这样 就跳下去了 就跳下去了 那 你看这余夫还笑得出来 一条人命了 可是还是跳得出来 然后就这样鼓歇而去 然后他就唱歌 唱歌 常常是水清晰 常常他就是汗水 汗水很轻 轻的水我们可以拿来这样 洗帽子 那如果汗水这样是浊的话 可以这样洗脚 对不对 所以清净的水也有作用 污秽的水也有作用 有时候这污秽的水 反而让我们这样更生气 这样赶快修行的心 对不对 不然的啊 在这世间当中啊 人心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粗糙 然后我们在这当中这样 一直在面对这些东西 生生世世 累生累劫当中啊 累不累啊 累啊 好 当你觉得累 那个也说也是一个这样 真善缘 能够让我们这样赶快想到去修行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当中呢 我们刚才讲到 很重要就是我们这次世间当中 世要圆满的时候 是我们的观念的一个转变 好 那余妇这个其实也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观念 好 一般人接受是像那个屈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就是说 呃 世间当中 当中这样贪官太多 然后 呃 民不聊生 所以这样 这不是这样 他他所能够 所那个 那个面对 所以他就这样 哦 就去处理自己了 好 那余妇他有另外一个角度的出现 好 有时候 看啊 每个人其实承受度不同 然后那个观念 很多的那个想法也不同 好 那提供其他的想法的时候 有时候 嗯 当我们心越柔软的时候 包容性越大的时候 我们会活得越自在 不然的话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也不顺眼 看到那个也不顺眼 没有一件事情是合我们的心 合我们的意义 所以 会抱怨的人就是这样啊 因为他的心态就是这样 就是 就是很固定 我就是这样子想 啊就是这样子 一切都要符合我标准 啊 稍微哪里不符合要标准这样 就是抱怨 因为他觉得这样 世间是所有事 其实不可改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哦 嗯 法眼禅师的那个法眼世界 他就讲到啊 事不可使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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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的人啊 都会有权势的时候啊 就会讲 那个心态啊 还有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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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台语都 跟班谁就出来了 然后 嗯 要求很多 然后 很多都是以一些 比较傲慢的一个姿态去呈现 可是他这边就开始讲 同学啊 事不可使尽 为什么 我们以这辈子来讲 做老板也不一定是永远的 对不对 你做高官也不一定是永远的 对不对 你现在得事是没错 可是未来 谁知道 所谓的风水轮流转 转到哪里去了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事实尽 同学 我们看一句就可以直接回到这边 这样 凡事太尽 这样 缘分事比早尽 所以我们如果这样 扣谁 然后 就有一些不好的一些什么什么的话 很快 这世间法 同学 其实 我们用 把这个 这个四句话 去观察世间的这些种种 也都是这样 不是吗 谁能够跳脱开来 谁能够把事死尽了以后 还能够这样 缘分还可以很好的 没有啊 没有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人 那再来话不可说尽 很多人很喜欢把话说死 一定就是这样 势必就是这样 绝对就是这样 我绝对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可是怎样 很多事情是超乎我们想像范围以外的 对不对 你有把握你有怎么样 这世界上 刚才这些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再回到 这个 这个故事啊 对不对 很多东西是因缘性和合而成啊 不是我们今天 我在了 事就成了 我在了 然后我要怎么说就怎么说欸 对不对 所以 这个因缘性如果不配合你 你所说的未必会能够成就啊 所以我不是说这个故事非常好用的原因 就在这边 我们可以串联串严所有 串联这些事情 那 那 一样福不可想尽 一般众生一定认为这样 为什么 钱是我赚的 房子是我 我买的 所有的东西是 都是我 我处理起来 为什么我不可以把我自己的福分想完 对 对不对 一般人观念是这样 我的我的我的 可是同学 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因缘性来讲的话 今天你能够赚到钱 能够存到钱 为什么 因为社会安定 对不对 因为没有动乱啊 没有战争啊 没有这周边的 种种的那个 不好的因缘啊 如果那这些善因缘从哪里来 周遭大家一起的 对不对 有那个法律保障你 有国家有法律保障你 然后有那个军人保障你的财富 然后有有那个警察 有没有 不会有那个那些盗贼来偷偷到你的财富 所以这些种种因缘都成就 你今天才可以存到钱 然后你今天才有办法买房子 你才可以按住在那边 所以你的福分哪里来的 大家一起成就的 当然我们自己本身也要执福 没错 可是呢也是这样 你看起来那福好像是 就我赚的钱 为什么 好像曾经有一个 南众居士很可爱啊 他说啊 他是在那个 他那个那时候好像不晓得是在讲 讲什么 然后讲到布施 他说为什么要布施 我今天赚的钱 都是我辛辛苦苦赚的 我也有缴税啊 该缴的税我都有缴啊 那我为什么要布施 哎呦我赚到钱是我的啊 可是同学也有看到如果这样 以因缘性来讲的话 很多东西都是这样 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福分 就是因为我们累星累结当中这样 有去行布施才有这样的一个福分 然后再来讲 然后再来讲 规矩不能行进 刚才有讲了 对不对 你如果很多东西 学武戒 你就要用这武戒来去要求人 有可能吗 对不对 因为你所认知当中的戒 像以佛法来讲 他也是这样 小小戒可舍 他也不会告诉你这样 就一定要这样子 那以法律来讲的话 像法律的规定 你看 他就是这样规矩行进 我们不是有举个例子吗 例如说捡到钱的人 他可以这样分三成 这个如果说今天是一个有钱人 有千万的人 那他丢失了大概五千块 对他来讲 那这样 没了就算 甚至五千块都给你也没关系 可是如果今天这五千块是一个人 这个月的犯钱了 你还要跟他分三成吗 对不对 所以如果很多东西 你如果都是那种死规矩 然后就要种种的这样子一个遵行的话 怎样 缘分啊 也是这样 势必找尽 或者是一个一家之主 或者是管理国家的人 或是怎么样 通通都要按照他的一个方式去做的话 也都是一样 我们看过很多的家里的人 为什么他对他爸爸很不谅解 对他妈妈也很不谅解 就是这样 他们太多的他们自己的想法 任何一个想法就是一个规矩 所以分分这样 小孩子稍微大一点这样 跑着跑 然后家里叫他们回去 没有空 没时间 所以十缘分这样 势必找尽 所以大家如果能够把这四句话 就是这世界这样 记住的话 自然而然这样 我们可以结很多的善缘 在说 在我们有得势的时候 我们知道这样 无常性 什么时候会失事很难讲 在我们讲话的时候 这样 我们就不会这么的决断 就是怎么样 就是怎么样 然后骂人或是很多东西 我们会讲流于地 然后很多这四个 如果我们都能够不尽的话 凡事流于地这样 就是跟众生结善缘 那自然而然 那自然而然 这其实就是一种戒 我们说的戒 就是不要杀盗淫忘久 叫做五戒 这个叫做戒 我们有讲过戒的最简单的定义 就是什么 该做去做 不该做的不要做 所以这些这样 不要去做的时候 自然而然这样 跟众生就是一个善缘 就能够圆满 比较圆满 那我们来看 这是唐朝一个 吴靖障比丘妮所写的 他说 中日寻春不见春 那盲邪踏破领头云 这是同学一般来讲 比较常听到的一首诗 那这首诗 其实也关系到 我们的生活的一个态度 大家会看到诗 会觉得 在讲佛性 在讲那个玄 在讲那个很妙的事情 跟我的生活 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那归来偶把 梅花秀 春在之头云 十分 我们常常在世间 就是在世间的时候 我们都认为这样 很多东西都往外求 今天又要这个 又要那个 我们就有看过一个师姐 她 很喜欢跟人家比较 所以她 觉得她三个小孩子都要补习 她跟她先生 其实薪水都不高 所以她很厉害 她就马上去 去工作 早上工作 晚上回来就把那个 她在网路上卖的东西 都整理整理 然后寄出去 这样子 她先生她也是这样要求 因为她自己都这样做 所以她也这样要求 可是同学要知道 你这样一直往外求 三个小孩子难道就好了吗 对不对 今天三个小孩子 你觉得他们都很喜欢读书吗 一直让他们补习 像其实这就是一种颠倒 你一直往外求的结果是 三个小孩子他们 没办法回家吃饭了 因为家里都没有人煮饭给他们吃 那他们就一直补习一直在外面 那其实像那个刚刚 那个小孩子都还那么小 他们需要其实是这样 最需要是家人的陪伴 可是一般的人这样 一直往外求 就是那个表面上 那个其实同学想看看 三个小孩子一定都要补习 一定都要怎么样 那个就叫做公平吗 那再来那个 这个心所起的背后是为了什么 面子嘛 对不对 面子啊 对不对 你说你真的为小孩子好 你要问小孩子她要什么 不 并不是说你跟她说 哎 像我就举例啊 有一个有一个女众啊 她就说她 对她小孩子很好 从小就把她安排啊 拼命赚钱把小孩子送出国 她觉得哇 她是最好的母亲了 可是有一次她女儿就跟她讲 你啊 就是因为你帮我送出国 害我出去被人家霸凌 她气得要命 女儿气得要命 所以你认为对小孩子是好的事情 小孩子未必认为是好 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在认知当中 跟那种东西就是一个沟通跟协调 我们一直去会想说 把外在那个最好的东西给她 所以终日在寻春啊 对不对 一直在往外求 那当然啊 除了这些事件上的事情以外 还有这样 我们一直在寻找这个佛性 其实呢 佛性就在我们这样 每个人当中啊 对不对 好 那 我们一直在 例如说 哎 求这尊佛 求那尊佛 那其实怎样 不如我们这样 身心如果能够修持 能够持五戒 能够行六度 或是等等啊 好种种的行门当中 我们去做 然后如果能够修行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一尊佛了 不用怎样 往外求啊 我常常就看到人家佛桌上 坐着一尊呢 然后有人就拿水果 拿什么就只是拜啊 哎 你要保佑我的小孩怎么样 你要保佑什么什么什么 好 那这个重要呢 还是我们追求我们自己的自信佛 比较重要 这就是同学的一个选择 抉择 对不对 所以他这边在讲 讲到就是这样 众生其实很习惯性的 是怎样 往外求啊 可是其实事实上呢 我们怎样 佛性都具足啊 好 不是在佛桌上的那尊佛而已 我们自己本身就怎样 佛性具足啊 好 好 那这个呢 其实 也是一样啊 好 这也是事啊 同学不要觉得 那个禅诗 禅诗 禅诗好像都写的都很玄 跟事理上都没有任何的 那一种相关性 其实同学如果能够看得懂的话 其实每一首诗都在有在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好 你看哦 这首诗里面啊 春有百花秋有月 好 春天怎样 百花开了嘛 对不对 秋天怎样 那个月亮就很圆很漂亮嘛 对不对 那夏天呢有凉风冬有雪 这是各色各境的一个景色啊 对不对 这个就是刚才我们刚才说的什么 随其波而阳其 随其流而阳其坡啊 对不对 啊 我们常常都众生都是这样 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我们要求这样 有凉风有雪 对不对 然后在秋天的时候明明月亮很好看 可是我们在要求凉风跟雪跟百花 哦 都是在求怎样 当那时候没有的东西啊 对不对 可是其实 如果我们在春天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百花 那就是一种圆满啊 我们如果在秋天的时候看到那个月 那就是有圆满啊 就像是那个渔妇的那个那个精神 有没有 今天如果水是清的 我就怎样洗帽子 今天如果水是浊的 我就怎样洗脚啊 对不对 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如果能够心态上调整的话 是不是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家好时节 对不对 一般的人常常都这样子哦 像父母亲也是啊 哎呀女儿没结婚 儿子没结婚啊 烦恼的要命 啊等等女儿结婚 儿子结婚哎呀 你看结了婚以后都不理我 剩我一个 好 所以这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在女儿还没结婚的时候 哎 多一点陪伴好啊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心态的小婶 那女儿如果结婚的话哎 那也好啊对不对 我们有多一点个人的时间 哦 这就是人常常都是怎样 颠倒颠倒 哦有的时候怎样烦恼没有的时候 没有的时候烦恼怎样有的时候 哦那如果我们可以看清楚这世间上一切都是因缘性的 今天有 那叫有有的过法 对不对 今天没有也有没有的一个过法 对不对 才不会这样 我们常常都是这样 在追逐那些很虚幻没有的东西 然后在那边起一大堆烦恼 讲看看春天你要摇摇看到雪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对不对 所以 人生其实很简单 哦 我们现在有什么 我们就好好的这样 把握好好的去过 这样就是啊 哦 那闲事呢 常常都是我们人的啊 对五欲的一个单左 然后对一个执着跟抓取 然后就有种种这样 这个也要那个也要啊 所以我们心头常常挂了很多事情 那也烦恼惯 也烦恼惯 那如果我们可以去观照这些种种的环境 还有我们自己内心的时候啊 自然如果能够这样 闲无闲事挂心头 不管任何的每一天啊 每一个时刻 每一个秒都是这样 人间的好时节 你今天不会在冬天很冷的时候 像今天啊 出门啊 好冷哦 对不对 可是其实有些人已经去 好像荷花山去散雪去了 所以现在有雪我们就这样 有机会就去看一下嘛 对不对 那现在有什么我们就这样 好好的去看一下嘛 那不就好了 对不对 而不是说一直 每次都是在不同的时间讲 要不同的东西 像有些人他就是 觉得小孩子 要给他安稳 要给他房子 要给他什么 可是其实有时候 那房子 有时候给他 他反正这样 不需要努力了 不需要努力了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所认为的给予啊 所认为的东西 可是怎样 对众生来讲 他未必是好 对他来讲未必是一种好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必须要学会佛菩萨的一个智慧跟角度 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 那很多事情我们就可以比较通测 才不会这样 我常常看到一些师姐 讲一些自己故事 人生好无奈 无奈 无奈 三生无奈 对 可是其实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有另外的角度 不然大家都乘屈原去 做做愚妇也不错啊 有另类的想法 那当然对于屈原的那个 他的一个心态 我们也是很尊重 也是很赞叹 我只是说 很多东西我们如果生命的追求啊 可以有不同的东西 好不同的东西 好我们回到课 课本的部分21页的 好35首他是在讲外物 好外物的部分同学看一下 好有一些景色 好我们现在那个课程 我们上次有讲就是因为 他有很多东西其实蛮重复的 我们会把它跟佛法跟修行 跟事理上的一个比较契合的诗 我们把它挑出来讲 好不然的话每一首诗都讲 可能像他其实讲了很多都在讲 对于五欲的一个抓取 这个部分也蛮多的 那再来就是 他的一个居住的环境的那个诗 那个环境的诗 我们也读了好几首都差不多 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挑着讲 好那我们现在看到二十二页三十六首的部分 这首诗就很有趣了 很有趣了 这也是一般我们来讲 一般的众生他没修行 他的心态就是这样 他这首诗讲的我 其实一定指的不会是韩山子 一定指的就是一般的众生 好这首诗叫底笑 好东家一老婆 好富来讲三五年 好东家有个老太太啊 好这三五年来变有钱了 好那昔日贫于我 当初呢比我还要穷 好可是现在怎样笑我没钱 好这个曲其实就他 好就是那个女中的那个他 他呢笑我在后 我笑他在前 好也就当他在之前三五年前在穷的时候 这样我也笑过他 好这个我就是指大众一般人心态有没有 好会想笑嘲笑贫穷啊 好嘲笑贫穷啊 好他相笑这样坦不止啊 好如果这样子就有点像冤冤相报了 或像这样嘲笑来嘲笑去啊 好可是这样不会只是是东边啊 一定是啊东边又复西边啊 好这就是风水轮流转啊 很多东西啊无常视线啊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般的众生都在忙什么 面子问题啊对不对 好我们看看这首诗其实也是在讲的也是这样 哇有钱然后就一种种的比较 看到那个很穷的 我们就此笑他 可是从因缘法来讲 那个有钱这样 我们常说有些像很穷的人的话 同学想看看他要怎样才能够有钱 以因缘法来讲的话这样 就是行布施嘛对不对 所以像很多的人呢他遇到他的小孩子啊 有时候经济上啊或很多东西他呈现比较不理想的时候 其实这时候越是要教会他布施啊 那布施同学会说师傅啊有时候像景气不好 那我们自己本身的经济有困难那怎么做布施 那其实也是有很多种方法 例如说布施他还有一所谓的法布施 我们会的去教人家嘛 那用我们会的东西去帮忙人家 这也都是一种布施啊 所以布施不是局限于只有在钱财上面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便的一个呈现 还有所谓的无畏施啊 人家今天在烦恼什么东西 法律的问题或者是等等的问题 或居家他的那个房子哪里漏水什么的 然后害怕都害怕的 那我们如果可以让他不要再害怕 这也是一种无畏施啊 所以很多东西我们看到有钱 其实这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 这个故事同学我们可不可以延伸到 刚才讲的那个 这一个手法眼世界 事不可使尽也没有 今天因为有钱这样就嘲笑 这嘲笑这不就是这样 凡事如果太近这样 缘分自闭着近啊 所以你这样得 像他在东家有没有 互相这样 冤冤相报啊 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常看到有些人 为什么看到他就这样 哇很讨厌 为什么看到有些人就很欢喜 对不对 好这就是我们有时候的那种 那种累生累结当中 因缘性就是这个样子啊 啊所以 世间上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轮回来轮回去了 所以没有什么好 好去执着 好去比较 好去怎么样的 那面子也是这个样子啊 好常常有些人得势了 好有钱了 然后就开始这样 好嘲笑人家 可是这样 如果我们懂得因缘法的话 我们不去笑啊 对不对 好谁知道未来是怎么样 帮他一把也许这样 未来当风水流转的时候 人家也帮我们一把 好所以 人为什么人他常常讲就是 以所有的那个 我们整个整个 其实生命都是这样 一体的原因就是在这样 因缘性其实彼此都是这样 互相成就 互相成就 好那如果要站在一个 就是比较负面啊 去得罪人家的一个角度的话 那就比较辛苦了 比较辛苦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37首的贪欲 其实这个贪欲 也比较像是煎贪了 煎贪了 好 他说呢 富额怎样 多秧长 这个秧长就是 比较劳烦啊 比较忙碌 一般有钱人怎样 大部分都很忙啊 对不对 例如说 公司多的要管理公司啊 那房子多的也要管理房子啊 所以有钱人大部分都很忙 都很忙 有些人说不会啊 有些那个就是 房子交给人家管理啊 就负责收租金干嘛 也没有很忙啊 可是事实上 那个东西就很难讲啊 通常交给人家管理 很快就风水轮流转了 因为自己没有下去管理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东西 没有去学习 没有去进步 还有那个 有时候很多东西都很难讲 像因缘性 我们就想说 因为我们那边比较靠园区啊 有时候就听一些园区的 他们在讲他们的故事啊 他就说 师傅你不知道啊 有时候 那个他们的因缘性很难讲 他就有一个人他就说 他很奇怪 他到了那一家公司 那一家公司就开始发股票 然后他就开始分到股票 然后到另外一家公司呢 刚好他这边离职以后 到另外一家公司 那一家公司也发股票 所以他讲 这样子两三次以后 他讲存了不少钱 可是同学现在发股票 可能作用性就不大了 因为现在 很多东西都没有像以前 那样的那个风光 这其实都是一种 风水轮流转的原因 我们可以看尽 这世间的一个无常 那也有一个 他们两个差不多年纪 他就说 他也很奇怪 这个人呢 他去这家公司工作的时候呢 那个股票刚好发完了 然后他在跳到 另外一家公司的时候啊 那家公司又没有发股票 所以 两个年纪都差不多 然后也差不多 那个时间也在园区 可是这样 呈现出来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效果 甚至他们两个 还带过同样的一家公司 可是一个这样 他就存得到钱 另外一个这样 就 也没存到钱 然后就是这个样子而已 所以人很多东西 因缘性都很难讲 如果 我们 能够这样 不要像那个 第36首 互相笑来笑去 众生总是 彼此互相 有一些慈悲喜 互相的提息 这音缘会比他讲 节日是善缘 节日是善缘 那这一首他就讲到 他就说 他都很忙 然后 触事 触事就是遇到事情的时候 难指承 这就是这样 遇到事情他就很难够周全 很难周全很难谨慎 所以常常会有一些问题 常常会出事 那就是管太多了 像现在有很多的连锁店也是 我之前就听到有一个 他要开公司 可是他第一家公司 其实已经讲人事不健全了 那他又开箱开第二家 马上讲 他们那个在做那个管理的人 那个是他的那个店长跟我们讲 那个店长生病了 因为第一家已经忙到他受不了 他又马上开第二家 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周群的时候 常常这样 很危险 说真的 尤其是做吃的 稍微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很快的那个 尤其是食安的问题很多方面 大家不要小看 做吃的好像很简单 可是做吃的如果没有做好的时候 像客人拉肚子或者怎么样 那都很麻烦 所以很有钱没有多烦烦很忙碌 可是这样 事情也要这样 那他圆满 那可是一般的人没办法 太忙了 所以这样 有任何事也没办法做周全 例如说他的仓库的米 这样以贺赤 贺赤的就是 那个米已经是深红色 有这样 发霉 长牙 或者腐败 腐败 长蛆 米都已经坏掉了 这样 也不带人抖身 也不 不借给人家 这个其实比较 比较 叫做 那个迁滩的 不是要贪欲 贪欲是 往外求 好 那这个是他自己本身已经有 拥有的东西 可是这样 不愿意跟大家分享 那这个就比较边向也潜谈 然后这边转怀勾居 也就是那怀就是心意 那心怎样 一直转来转去 都是这样 是想别人的东西 然后如果他买卷呢 就先减零 就是他挑东西买东西 去挑东西的时候 都要挑好的 要用就用好的 刚才我们讲到这样 福不可想尽啊 对不对 这就是福要想尽 东西怎样 用最好的 都要用最好的 那如果他到了往生的那一天 怎样 钓戈当中怎样 谁会来啊 只有苍蝇会来 如果福想尽的怎样 缘分势必找尽 同学有没有看到 这首诗是不是就印证了 那个法眼传诗的法眼世界 所以我们其实在看很多诗之间 他们其实是互相串联 那佛经里面在描写千摊 这样的人其实也是有 他就描写 曾经有一个富人 有钱的人 很千摊 那千摊千摊到什么程度呢 他怕那个乞丐来 乞丐来乞丐 所以他在门外面射了七重门 他那个七重门不是怕那个人家来窃盗什么的 他是怕那个乞丐来乞讨 然后他也怕那个他仓库里的迷 被那个飞来的那个麻雀给拿去吃啊 所以他在那个他的那个天空啊 就是他那个房子的那个天空上面 突了很多的罗网网子 然后那个麻雀都没有办法这样飞下来吃他的蜜 那个就是这样哇非常的这样 爱护自己的财产 这个就是这样我们所说的千摊 这样的众生其实他这样 不了解佛法而且这样 不了解因缘法 不了解因缘法 很多东西本来就是这样流动来流动去的 你要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不变的 我们可以永远的保留住的 没有这样的东西 没有这样的东西 好我们可以看一下他后面的一个诠释 我们看一下他的第二个 如果是少欲者轻者坦然 一般人就是这样我们刚才说的 往外求求太多了所以这样心坎坷不安 这个也要那个也要 那很多东西未必会如他的意 那那个心就这样坦坷不安 那如果我们这样无欲人家说这样 无欲则干 就没有比较不会有自爱性 那少欲怎样心就比较坦然 无所优畏 好 常常看到有些人在职位上面他也是啊 好当他做这个职位的时候他很怕这样 被人家抢去啊 或者是怎么样 好可是其实 以因缘法来讲的话 很多东西这样 就是这个样子啊 好没有一个永远的位置啊 也没有一个永远的财富 也没有一个永远的什么 本来就是这样 一切都会一直在于流动的 如果我们能够这样 这样子的话促事有余啊 就是我们处理事情就可以啊 比较有余力啊 这样子的话比较可以周全啊 对不对 像刚才说的那个追求财富啊 没错啊 每个人都很爱钱 可是怎样 许事要有到啊 像刚才有讲那个开分店 他第一家店都还没稳固 然后人事都还没有圆满 就开第二家了 这就是这样 事情没有办法做一个周全 所以常无不足啊 有少欲者 则有这样虐盘啊 如果我们这样 不跟五欲太多的交涉的时候啊 你才有可能入虐盘了 虐盘就是这样 虐盘即进了 才能够进入到那样的境界 也就是我们如果能够 不要跟这些五欲太多的交涉 你才有可能入 契入到法界当中 所谓入十项 好 那这首诗呢 其实是寒山子在警惕啊 警惕提醒一些这样 知秋财物 然后不做好事的人啊 好 那其实 人心这样 本来就常常不足啊 这种这种事情是这样 从古代到现在 其实常常听说啊 富裕长生千岁啊 官贪这样日久生啊 常常很有钱的人这样 想要自己能够活到千岁啊 那贪官呢 他常常都讲 希望自己能够这样 每天的那个薪水啊 都能够非常高啊 或者是 每天的那个两米啊 都可以很多啊 就是人的常常心态是这样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寒山子 他把人的心态描写得很好 对不对 人心的部分很清楚 像从前面的底笑 嘲笑 有钱呢 就嘲笑没钱的人 到现在的谈语 都其实都是这样 人心真的就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 这就呈现书修行很重要啊 修就是修我们这颗心啊 不要跟这样 这五欲这样 太多的交涉啊 不要太多的交涉啊 那后面这首诗就也是一样啊 我们来看一下 他写时来呢 欲得这样 金千两 好我们看一下这 那个三十七首的最后一行 最后一行 十来欲得金千两 那运去呢 难舍九一虎啊 如果人要十来运转嘛 十来就这样 我们当我们 真的就是当运的时候啊 你要得到千金 容易啊 很容易啊 刚才讲那个在园区工作的人啊 那运气好像一进去就发股票了 对 所以他一 他说他那个官司这样发就 可能就好几百万了 或是怎么样 所以实在这样 得金很容易啊 可是运去啊 如果这样 风水流流的转 转到底的时候这样 运去这样 难舍九 你一壶酒 人家就不让你舍了 这其实描写的很现实嘛 对不对 人生其实也是这样子啊 所以当我们这样 今天很多东西讲 该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比较清楚啊 那勘探眼前的亲族友啊 你说你要靠亲人靠朋友 神谁人肯祭这样 及十五啊 一般的人这样 救急啊还可以 你要他救穷就很难 救穷就很难 不然很多东西 我们在看其实也是这样 人世间 那个 在转 那个运势的转 有时候呢 这边起 那边 那边落 那边这边落 那边起都很正常 所以 反而是同学 大家想看看 这种得势的时候啊 比较能够收射我们的身口意 还是在失势的时候 比较容易收射我们的身口意 失势的时候嘛 对不对 当我们在落魄的时候 周边的人都每个都比我们富贵 每个都比我们还要 位阶还要强的时候 高 比我们高的时候 我们自然而然这样 就会觉得这样 哎呀 讲话要小心 对不对 不要太那个 可是呢 如果我们今天位租到高位的时候呢 那就不一样了 我们常常 有时候会看到一些 就得势的人 那个 那个 有时候我们可以说 那个 嘴脸 嘴脸其实不太好听 那个 他的那个气势 那个板碎 就不一样 可是有时候 如果 一般来讲 学佛的人 如果清清楚楚的知道 这个很多东西的 一些无常事件的时候 其实他不会起慢心 他反而会跟 借着他的 一个 身份 跟他一个 位置啊 把他 心量 跟他的那个 心态 提高成那个 那个样子 他不会跟底下人计较 那底下人该做什么 还会很清楚 他不会 就是那个 那个摆 摆出那个 态势出来 所以 那种 有时候 在看 像 有 有一个 那个男重 他也是 刚就是刚接一家公司 然后做 做那个老板 他有时候也会 要请问一些问题 那 我们也会跟他讲 其实你对员工 反而好一点 因为 你今天要一整个因缘 都要和合的话 员工 势必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 当然 该怎么样做很清楚 该怎么做怎么做 我们还有规矩在吗 可是 如果能够给员工 让他 能够尽量的提升 他自己的时候 那个 他提升 其实公司也是 才能够提升 对不对 好像 最近 那个 就有一家 那个 学校吧 那学校他们就变成 就是劣币驱逐两币了 因为彼此互相这样 斗争 斗到后面这样 人才呢 也都跑了 人才跑了呢 他们的那个 教育后面所定的制度就是这样 越来越往下 然后人 制度越来越往下的时候 人自然 那个人才进不来 人才进不来 然后演变到现在呢 当然也因为 时机啊 就是现在因缘性 那个小孩越生越少 所以那个 那个学校这样 招不到学生 那到后面演变到现在呢 就是 那个学校就开始有借钱啊 干嘛的 这样子 就是在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的演变 其实在他变成 在他的一个制度的一个 点的一个决定决策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后面的演变是怎么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藉由这些禅诗啊 这些诗 还有寒酸史的这些诗 我们可以知道 我们该怎么去做人 那 那 在学佛当中 如果我们人能够做成功 才有可能这样 人 如果你人都不会做 怎么做佛 对不对 所以做人很重要 做人很重要 那这些 其实就是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 那因为时间到了 我们一起来做回向 好 大众请合掌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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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 我等于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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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做回向